中国大陆包围台湾大规模军事演习 飞弹却落在日本近海 引爆日本强烈不满 日本防卫大臣同时也是日本已故首相 安倍晋三胞弟的岸信夫 严厉谴责北京 因为共军一共发射9枚飞弹 日本防卫省公布地图 5到9枚落在日本的专属经济区 从浙江和福建发射 当中有四枚甚至穿越台北上空 因为一道四枚飞弹落在台湾西南和北部海域 有一枚却落在日本冲绳 以及距离台湾仅110公里的 与那国岛西北八十公里处的海域 日本民众吓了一大跳 冲绳县知识痛批 日本政府应该告知美中两国冷静外交 而不是让人民受害 中国大陆福建省涌入游客对军演很缺悦 高韩祖国兵力强盛 北京不顾一切射弹升高局势 引发批评持续发酵中 TVBS新闻组合报道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小铃铛